据韩国经销新闻报道,当地时间13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,在白宫,会见乐天集团会长薰东斌。 就乐天集团对美进行大规模投资表示了感谢。 据悉乐天集团向美国路易斯安那州,投资31亿美元。 这是韩国企业最大规模的对美投资。 为美国公民创造数千个工作岗位。 对此,特朗普称赞韩国是美国的优秀伙伴。 其实韩国的大哥美国,不仅没有在经济上照住小弟,近日更是表示,有一个国家需要缴难更多的防卫费。 美国一些专家分析认为,这一个国家指的是韩国。 曾有驻亚洲零售业之最称号的韩国商业巨头乐天马特,因其政府的不理智决定,近两年来在中国市场的日子并不好过。 由于威胁中国国土安全、萨德事件爆发后,乐天在中国受到了消费者自发的强烈抵制。 17年2月后,乐天在华业务开始进入停滞期。 乐天的危机,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观。 各地的市场份额大幅下降。 虽然乐天也曾释出公告,声称不会放弃中国市场。 不过事情的发展,并没有如他所想象的那样。 乐天的经营业务,仍就是一片惨淡。 在中国市场基本上是无人问津的局面。 这个曾经雄败一方的零售巨头遭遇大败局的背后。 既有中国零售市场竞争家具、电商挑战、全球零售市场萎缩等缘由。 当然也有其自身经营的悲哀。 既有其他人。